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9年属蛇的 1989年属蛇的 男的女的啊 女的 好 说吧想看什么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不要多找这样小房子 有啊有啊有啊有灵性啊 经常 突然之间不开心啊 真的真的师傅真的是这样子 有些会没了 我跟你说啊有时候不想讲话 然后呢自己经常啊 坐在一个地方半天不说话 又突然之间呢找出各种各样的话 理由出来讲 听得懂吗 是的 现在身上这个灵性是一个 是一个男的 是一个男的灵性 像个年纪大的人 老伯伯吗 对对对 嗯 要是 他的谁啊 不知道 你问问他 不知道 是他爷爷 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爷爷啊外公啊都有可能 嗯 嗯 啊 要多少张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啊 嗯 五十九 五十九张 好 他人个子 他我刚刚看他人个子不高嘛 嗯 不高对 看到他 对人个子不高 短头发 嗯 他头发有点长欸 还好了 啊对啊还好 嗯 不是太长 我看 他念 他念了 念什么 你讲啊 他念的小房子效果怎么样 因为他说好像 他念了很多小房子 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 很好 这样子 就被那个老伯伯拿掉很多了 已经 哦 已经已经还掉很多了 不叫还掉 就拿掉很多了 拿掉很多 为什么这样子啊 就他来要的呀 人家来要经文呀 嗯 嗯 因为他说他以前有采过别的别的宗教嘛 他说 对了 讲说是不是会有影响 对了对了对了 嗯 我就跟你讲了 所以我刚刚看那个老先生 好像有点 有点 有点 不是 不是 不像我们正常的老 老年纪的人 嗯 哦 听得懂吗 这样子 嗯 就这样念了五字九章就好了吧 还是 时候还要再洗 在秋秋南京菩萨吧 嗯 对 就是我们的感觉也是这样子 要做秋秋南京菩萨 对呀 南京菩萨很厉害的 很帮助我们的 嗯 好 南京菩萨法力很大 法力很大 那要怎么跟南京菩萨走啊 你就跟南京菩萨讲啊 消除我身上的业障啊 嗯 一门金进 哎 然后一门金进啊 让我跟原来的啊 跟我原来学所学的宗教啊 啊 菩萨们讲一下啊 我现在学习 临法门一门宗教 啊 一门一门金进 嗯 然后呢 南京菩萨去一打招呼 就结束了这个事情 嗯 好 好吧 办理 等于办理了一个手续啊 讲一讲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嗯 好, 这样数了, 月亮比例是多少? 几几年啊, 数了? 1989年数十的 23 23, 这样还不错诶 他其实人挺好的, 他人不好 人挺善良, 真的很善良 傻傻的 我还没说了, 你先说 好吗? 好了, 好了 好, 最近只有一个, 他图成原色的是 黑的 黑色的, 所以要穿绳色的衣服 对, 外面穿绳色的, 里面可以穿白的 嗯, 好吧 他最近要改, 他适合改姓吗? 改姓啊? 因为他最近有去算, 加州说, 姓好像姓跟名都不太好, 要换结了这样 我告诉你, 姓尽量少改, 姓啊 姓尽量少改 姓尽量少改, 因为有一些, 祖上还没抄得走 他一听到你要改他的, 你是他的小辈, 如果要改名字的话, 他会很生气的 所以 看师父适合改 就是你改名不就好, 改名字就好了嘛, 用不着改姓的嘛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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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好, 再见 祝福师父莫奥奥奥奥奥奥奥成功 好, 再见啊,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嗯 喂, 你好 喂 你好 师父, 你好 你好 嗯 师父, 你好, 哎哟, 太感恩菩萨了, 我今天打上电话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嗯 嗯, 师父, 请你帮一个2002年的一个女孩子, 属蛇的女孩子看一下 2002年属蛇的, 02年属蛇的, 02年属蛇的, 02年属蛇 好啊, 你说吧, 想看哪里 嗯, 就是, 这个孩子是有自闭症和艰险 哦, 你不要讲了, 我看一下啊 哎呀, 我昨天, 今天凌晨做梦, 我捡到一个手机 哦 真的打成师父电话了 我告诉你啊, 他还会抽筋啊 嗯 是的 啊, 抽筋很厉害啊 啊 是 啊, 我告诉你, 那个灵性, 老在他身上不走啊, 这很大的问题啊 师父, 这个孩子今年4月份, 你帮他看过图腾 嗯 当时你说, 他恢复生产, 值日可待 嗯, 但是呢, 我们听了你这个话很受鼓舞 嗯, 我们也, 我跟他爸爸一起同修的 嗯, 就是我们以后就更加精进 我们没有因为这个话就是不努力了 嗯, 更加比以前还努力一点 但是, 嗯, 当时就是问你, 就是他老是隔几天就发作嘛 你说可能还是要吃点药 就是, 回来以后吃点药, 我发现他行为多了 看见了吗 就是破坏性很大 啊, 那这样吧, 你那个, 我说的, 我说的很快就会好的话 你们要加紧努力念小房子 你现在告诉我, 你现在我讲过很快要好的话 后来你们增加小房子都没有, 数量 我们就是一刻不停的, 我跟他爸爸都在给他念 是吧 我现在已经给他送了有四千五百张了 我看看啊 哦, 你们家族里边有问题咯 哎呦, 啊, 过去, 哎呦, 他在祖上有打仗了 哎呦 是我这边还是他爸爸那边 是你这边的, 祖上 有打仗了 这个我就不懂了 嗯 嗯 我都看到一个 嗯 还骑马打仗了, 那是很早了 嗯 哎呦, 这个业障怎么这么厉害 跟到现在 哎呦 是 师父, 你说过他是那个天上的小龙伐下来的吗 是吧 就是这个孩子 你看 这个女孩子 哎呦 你要叫他赶快了 继续念啊, 继续念, 而且要求那个观地菩萨 嗯 好吧, 我叫你个窍门 嗯 多求观地菩萨 嗯 是不是我们家跟观地菩萨有缘, 是不是啊 有的, 有缘分的 我闷到过观地菩萨的 我告诉你 可能就是那个年代吧 打仗了 嗯 我只能讲到这里 有些东西可以讲, 有些东西不要讲下去 你知道了 就是有沙业, 土上沙业 是 我们自己也造了不少沙业 嗯, 好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就是说他 他就是从7月份开始 就是 倒退的很厉害 已经就是到完全倒退回去了 以前就是真的很好了 嗯 我告诉你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人家说好事不要讲 所以师父有时候, 你看我一告告诉你之后 你虽然说你没有懈怠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心里一定懈怠 或者就是被那个鬼知道了 他觉得你快要还清了 他加紧给搞你, 不让你能够脱离 哎哟, 师父啊, 他在家里搞破坏 什么东西都砸都搞坏 甚至把那个门 冰箱门衣柜门都搞烂掉 这个呢, 我后来就跟菩萨说 反正我说我是欠的 你搞就搞吧 但是他最近搞起佛台来了 我就今天又在求菩萨 找一个人弄佛台 你的嘴巴不是太好啊 你现在 你现在好像度人的时候 嘴巴有饭口液啊 他找到你理由了 他找到你理由搞你的 嗯, 那个灵性 哦, 那我忏悔 我现在看到那个灵性 只有一个眼睛 还有一个眼睛 就是像虾掉一样 很难看的 嗯 师父啊, 他偷经发作的时候 他就是像虾子一样 眼睛这样一闭一闭的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是的 就是这个灵性啊 嗯, 现在知道了吧 嗯 我告诉你呢, 你记住了 嗯, 这个灵性是非常容易找到你们的毛病 为什么呢? 你如果正常的情况 因为你这种本身已经是通过菩萨 在救援 等于, 等于像人家说 在搞特殊一样的 特殊待遇 嗯, 嗯 如果你当中给他找到一点点 他就不走 他马上在搞它 所以你如果在度人当中 在帮助别人 或者你在讲当中 或者你有埋怨 说, 哎呀, 怎么还不好了 怎么还不好 你去讲好了 任何这些东西 只要被他听到 抓到把柄了 他马上搞死你 过去像你这个情况 已经有一个人了 他的爸爸念经念的 医生后来 本来生癌症了 医生后来都说他没事情了 啊, 回去了 没什么事情了 很好了 嗯 他爸爸回去说 早知道这样 我也用不着当时怎么怎么怎么 好了 照口验了 一个礼拜发高烧走人 好的, 师父 现在懂我意思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自己好好地忏悔 你到底有没有口验 我相信你一定 会知道自己 哪个地方讲错话了 我这个 跟他爸爸这个 对菩萨 对您这个 现论度是 丝毫没有讲 我就觉得 不是现论度 你跟人家讲话 啊, 或者跟人家讲话当中 或者讲孩子的病情啊 什么东西 他也, 因为他整天在孩子边上 你发牢骚都不能发 我就讲给你听 师父 如果说 不是我跟他爸爸发牢骚 如果说是孩子的外公外婆有牢骚的话 一样 一样 只要你 那我知道 只要你在边上 不讲话 或者你觉得 硬沉了 好了, 你这个业就造上去了 好的, 我知道 我反正忏悔 你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知道 你造成了两个 你造成了两个老的发牢骚 你就犯罪了 你就犯罪了 你就有业障了 知道 好了 知道错了 知道知道 师父, 这个事我撒毁 就是我拜托您一件事 就是 你帮我跟灵性打个招呼 千万不能弄我们家佛台 不是灵性啊 我才不管他呢 我跟菩萨讲啊 你等等啊 嗯 好了 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他了啊 我已经看到他的原型了 我不想讲给你听 我已经看见他原型了 因为观世音菩萨一请来 他的原型就出来了 嗯 师父能不能看一下 他倒是 前世造了什么业障 我们帮他念礼服的时候 怎么忏悔 还是就直接帮他忏悔 他放了业障 直接念 听得懂吗 直接念哦 嗯嗯 好吧 师父我有 就是这个孩子 我曾经有梦到两个梦 你帮我解一下 就是跟这个孩子的病 是有关系的 一个就是 嗯 最后那时候 孩子发癫痫 我梦到你 你到我家里来了 坐在我女儿床边 然后你手上拿了一个 像手机 又像那个计算器一样 黑色的东西一样一样 你说 他说我帮你看看啊 他这个自言自语是什么问题啊 你做了以后你说 哦 是叶问来了 就是那个叶 那个李小龙的师父 嗯嗯嗯 然后那个 山东的那个李伟红师兄 跟在你的后面 他还进来补充一句 呃 是神的血弄在山上也不太好的 我就不懂这个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 啊 这还不懂啊 我告诉你了 犯 犯杀戒了 嗯 就是说 就是这个 曾经在 曾经在跟灵性打交道当中 使用过 不当的手段 就是比方说 有的人 家里知道有灵性了 啊 请了那种啊 过去说 我们说那种 其他教派的 那些 驱魔鬼 驱鬼 驱鬼神的那种 拿个宝剑来的 听得懂了吗 嗯 你啪一下子一弄 他可以把 他们的血都可以弄出来的 明白了吗 嗯 啊 就是已经犯血债了 就是跟那些 地府的灵性结冤了 结大冤了 明白了吗 好了 嗯 还有一个 就是这次 吉隆坡法会前 我又梦到你来 就 你在开法会 然后你从法会出来 后面跟了一大堆保镖 我在后面喊 师父 我一边哭一边喊 救救我孩子 然后你突然停下来了 你你就对我 会着手说 我救 然后你就跟我说了一句 把孩子这个中药不要吃了 中药会在他身上沉浸下来 但是我孩子又不吃中药了 现在 那个呀 那个药就是的呀 哎 那个药就是的呀 吃孩子的那个药 癫痫的 嗯 听不懂啊 就是那个药啊 哦 就是这个药要慢慢 还是要停掉是吧 对呀 刺激他 我发现吃了药 吃了药就发了厉害了 对对对 哦 似乎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 他吃了药以后呢 也能控制一些发作 但是以前我感觉不吃药的时候 他发一次 我感觉他忍好一次 现在就是吃了药以后 他就是这个行为太多了 是不是灵性就是不来 控制了他的发作 他就要再搞破坏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这样 哦 现在你去看 他不会砸佛台的 现在师父刚刚已经 已经已经 已经 请观世音菩萨治过他了 所以不会再砸佛台了 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好的 你好好你已经拿着嘴巴 不要乱讲了 你的嘴巴口叶很重啊 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我都知道 你过去犯过口叶 听不懂啊 整天讲那个不好 讲那个不好的 哎 不是个好嘴巴 好好改毛病 哎 真的是 知道 好了好了 好一定改 好的师父帮你 请你帮我看一下 我给他改了一个名字 能不能用 他原来叫诗梅 诗就是西诗的诗 梅就是一梅勋章的梅 这个名字不好 是女孩子 我给他改一个名字 你改了什么名字了 你改了什么名字了 改了叫 叫那个 诗云飞 云就是那个 呃 天上的云的云 飞就是那个草泽头 叫做非常的飞 诗云飞能不能用 不行 你去找一个人改改吧 找一个稍微懂一点的 好吧 这个名字不行 是吧 稍微看看五行再说吧 好吧 好的 好的 云啊 云就代表魂啊 云都飞掉了 哎 这个字怎么能用 哦 云代表魂 云不能用是吧 云飞 飞 这个飞 虽然你是非常的飞 但是你的谐音就是飞掉呀 魂泼不起了 好了好了 哦 好了好了 好好去找个人改改吧 好了 哦 好的好的 没了没了没时间了 不能了 给人家做了 好了 好好好 感恩师傅啊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好再见 嗯再见 喂您好 喂师傅 啊您好 师傅您好 第一次给您请安 感恩到发表的官司音符 感恩师傅能打通 感恩师傅 谢谢 请师傅看一个1988年属龙的女孩子 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这个师兄的孩子走掉了 88年属什么 属龙的女孩子师傅 嗯 88年属龙的 好 这女孩子 这女孩子身上有灵性 嗯 是 师傅原来说过师傅 嗯 有灵性 这个灵性现在在他身上很厉害呢 嗯 而且师傅啊 这灵性差点把这位师兄都要拉走了 对 对对 这灵性 这灵性我可以告诉你啊 他 他还对菩萨不尊敬啊 嗯 是是是是 嗯 是师傅 您说太对了 他会砸佛台或者是对菩萨讲骂 骂的 骂的 嗯 那师傅啊 就是这位师兄吧 那天晚上就是星期六那天就特别反常 就像跟家人说 你们去 你们出去吧 你们去出去吧 就留我自己在家没问题 我身体挺好的 还好这位师兄的家人没有走 晚上之后就流产 然后呢 还好有人 没有人的话 估计的话 这位师兄还有那个 全走掉了 真的师傅 是啊 你知道我们就好了 有时候 有时候 人算不如天算的 是的师傅 身上有灵性 菩萨怎么帮你啊 嗯 对 师傅他这个灵性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他这个灵性 他几几年属什么呢 1988年属龙 女孩子师傅 320张 320张 好的 嗯 那师傅啊 他那个 就是说他复科的有一个子宫肌瘤 他需不需要拿掉啊 师傅 几几年呢 1988年属龙 88年 他复科也不好 他那个有子宫肌瘤 能不能拿掉师傅 他现在几岁啊 88年几岁啊 嗯 29岁师傅 又是一个子 等等啊 嗯 长的位置不是太好 嗯 嗯 对对对 长的位置会有感觉的 嗯 有的人子宫肌瘤长的位置没感觉 嗯 所以也问题不大 他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已经 嗯 咬咬就是说疼 对了 嗯 那师傅就拿掉安不安全呢 可不会树立的拿掉 他现在念经吗 念经师傅 也是您的地址 Associated trot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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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之后再多读一些小房子之后 看看会不会小一点 我刚刚给他加持了一下 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这就是师傅 就是说这位师兄对不对 像上次你也说 家里头不能挖有老虎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吧 他那个床台旁边就有一个很小瓶的 一个老虎盘半斤油 而且这位师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把这个油就放在那 他也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一到晚上就感觉后背 就像有人抓的一样特别的哑 看见吗 看见吗 我告诉你 我那天给你看了 我就说有个老虎放在他们家里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只要不当心 他可以变大变小的 就没办法 对对对对 师傅您说太对了 就是这样 所以希望你们都要相信 不要稀里糊涂过日子 是是是是 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看一下这位女师兄的那个 她的涂层颜色是什么颜色 涂层颜色是吧 对 几几年数什么 1988年 数龙 啊彩色的 龙倒是吗 白色的 彩色的蛮好看的 师傅您说一遍那个不太清楚 彩色的 哦彩色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了 好的师傅 最后呢就请您帮弟子改一个名字 弟子把那名字选出来了 哦是吧 1985年 1985年数数的 然后呢 弟子的 你现在的感恩 就是说 有六个名字 请师傅选一下 第一个叫 宋洪恩 洪呢是师傅那种洪 恩呢是 阿会的 你就讲 123456就可以 好的 你自己 你自己把名字 报一报 然后几几年数 什么再讲一遍 好的 第一个是 宋洪恩 不是 第二个是 你几年数 什么先讲 1985年数数 师傅 好 讲吧 六 第一个是 宋洪恩 第二个是 宋洪言 第三个是 宋洪佑 第四个是 宋洪坤 第五个是 宋洪祥 第六个是 宋洪宇 宇宙的宇 第三个 第三个 宋洪佑 小佑的佑 对了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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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您辛苦了 您保证身体 师傅再见 再见 再见 哎 再加一个吧 今天 哎呀 前面刚刚那个 讲的太 长了一点 喂 你好 喂 喂 喂 你好 喂 哦 哦 等一下 是师傅 那个 我看一下 你稍等 师傅 我看一下 对 呃 就是 82年的狗属女的 嗯 呃 师傅 上次反归 他突然脑溢血昏迷 父母给他放生 十万条鱼 醒过来了 师傅 上次你说会留下后遗症 现在命是保住了 就是思维有时候 不清楚乱讲话 你能不能帮他看一下 他身体不受 我就跟你说 不是后遗症来了 嗯 对的 嗯 他是不是 有没有被人下杠头啊 师傅 七几年属什么 82年属狗的 还很年轻了 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 嗯 人家没有下杠头 就是诅咒他 嗯 诅咒他 他有一件事情 他做的不是太好 嗯 人家很恨他 整天在讲他 哦 嗯 师傅啊 他经常跟一个帮人 感应算命 看风水的人在一起 哦 嗯 看见了吗 他 他 我告诉你 我 我告诉你 他过去 供养他 给他很多钱 后来他 不给了 给他少了 听懂吗 那个就开始 玩他了 嗯 就这样 哦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通灵的那个人 身上有两个灵性的 很厉害的 哦 嗯 他还之前 就是说 后面之前 刚跟那个风水师接触过 还在他头上 做了些法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嗯 你们去玩好了 你们正的不要学 去学偏的好了 多少人啊 去找了什么通灵人啊 全部出师啊 我告诉你 一般恶人的话 他只要他厉害的人 他在你头上 稍微做一个法的话 你一会儿 你就昏过去了 醒过来 你的魂魄就不齐了 所以你看 只有学佛的人 你看 只有学正法的人 永远不做这种事情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 师父 这位同修 还介绍很多同修 去他那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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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风水 哎呦 哎呦 就是这个问题 嗯 好 师父 那他现在 82年狗的 就女的 现在应该怎么做 他现在还蛮危险的 其实 这个他那个通灵 通灵人像个妖一样 很厉害 嗯 我看他的 看他像妖一样 所以不要去抢了 我告诉你 不要去惹啊 去 人家说啊 真的 全愿跟着菩萨 也不要跟着小鬼 去惹 惹小鬼啊 小鬼你会出事的 好了快点啊 没时间了 师父 那他这个 现在是应该 要多少张小房子 怎么忏悔呢 怎么忏悔 就好好的忏悔啊 这条命啊 不知道捡的回来 捡不回来了 他 他已经被人家 在地埔里面 弄了一个事情了 弄个事情 听得懂不了 嗯 明白 师父 他那小房子 记上了 已经在下面 络上记号了 已经 麻烦了 你看 你看这零星厉害吧 跑过来不给他打了呢 你看看看 结束了 卡掉 看见了吗 所以不要去搞啊 搞了要喘祸的 你现在再来求我也没用啊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 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好 好